1947年 蒋介石大摇大摆地 走进了我党的核心根据地 延安 虽然此时的延安已经是一座空城 但也不影响蒋介石沾沾自行 他认为已经拿下了延安 共产党也就没有了主心骨 败亡是迟早的的事情 殊不知 他这样的想法 却成为了他灭亡的开始 那么当时蒋介石占领延安后 我们到底是如何安排破局的 我们全面撤出延安 又有何目的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 支持一下 1947年开始 由于国军在此前进攻解放区的战斗中 连番实力 最终蒋介石不得不改换策略 把延安地区放在首要位置进行进攻 这个任务 被蒋介石交给了当时驻扎西北 在西北有相当实力的胡宗南 除此之外 还有占据了宁夏与甘肃的马家兄弟等 一同联合进攻延安 从这一年的三月开始 胡宗南就开始安排 对延安地区进行轰炸 而后马上排兵布阵 综合各地势力34个旅约25万人 对延安进行大举进攻 如此浩大的声势 我们自然不是毫无所觉 因此解放军也已经早早做好了迎战准备 决定将这些国军阻击于延安之外 但因为此时大部分解放军 都在全国各地进行解放试验 延安地区的驻军仅有约2.6万人 因此想要靠着这些人 抵抗十倍数量的敌军 多少有些不现实 此时的毛主席 开始思考撤出延安的必要性 但撤出延安这样的选择 是非常困难的 延安从1935开始成为革命根据地 在过去的六年多当中 早已成为了共产党人心中的胜地 想要让所有人都撤出这里 基本上就是把这里交给了国民党 因此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在经过商讨与思考后 毛泽东果断决定 全面撤出延安地区 把这里直接变成空城 丢给蒋介石 但毛泽东自己却不愿意走 他认为 他必须留在延安拖延时间 只要他不离开 那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 调出西北战场 这样一来 能够将其拖住 给各方更多时间 彭德怀多次劝说毛泽东 希望他能尽快撤离 最终毛主席在当年的3月18日晚 吃完晚饭后 才离开了延安 而到了19日早上的时候 胡军已经全面撤出延安地区 胡宗南冲进延安市 这里已经是一座空城 虽然离开了延安 但毛泽东认为 党中央还是要留在陕北地区 进行工作才行 一方面 陕北地区作为党如此多年的根据地 这里的人民群众信任我们 我们就不能放弃他们 让他们失望 另一方面 就是毛泽东之前讲过的 他们要把胡宗南部 牵扯在陕北地区 以保证其他地区解放军的快速行动 就这样 一场攻守异位的反击即将到来 1947年 蒋介石大举进攻延安地区 我党被迫全面撤离 但毛主席却告诉大家 蒋介石不占延安还好 要是占了 恰恰就是他败亡的开始 而毛主席的预测 最终也成为了现实 那么 当年我们选择将延安让给国民党 到底影响大不大 后续的反击计划又是如何开始的呢 其实撤出延安的 对我党不能说没有影响 但确实影响并不算大 我们已经不是刚刚建立的时候了 那时候的我党没有太多根据地 在全国的影响力不足 因此延安是核心中的核心 但到了1947年时 延安虽然依旧是许多人心中的理想之地 但在实际作用上 已经不如最初那般重要了 因此暂时失去延安 与暂时失去一座普通的根据地 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这也是为何毛泽东果断决定 撤出延安的原因 存地失人 人地皆失 存人失地 人地皆存 毛泽东的这一句话 也一下子就点破了这件事情的核心 而毛泽东也认为 蒋介石自以为得了延安就算胜利 但殊不知 得了延安之后 才是蒋介石全面失败的开始 这句话丝毫不假 毛泽东在研究了当前局势后 发现蒋介石所安排的重点攻击 分别是延安与山东地区 因此中间部分的布防相对薄弱 要是能够直接突破这里 直插中原 就能解开陕北和山东的危局 并给我们创造出全面反击的机会 在经过多次商讨后 党中央安排刘邓 陈庚和陈素三路大军 兵分三路 分别刺入国民党的统治区域 想办法将战火 直接引入国民党地区 想要完成这个行动 那么刘邓大军 就必须越过黄河南下中原 此时的蒋介石 还沉浸在自己对黄河天险的安排当中 结果他的自以为是 却给了刘邓大军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黄河延安一千多里 都没有什么住房 因此 刘邓大军的渡河计划 根本没有遇到什么阻拦 十二万解放军分为八个渡口 短短一夜的时间 十二万大军就已经全面渡过黄河 到达南岸 虽然渡河计划顺利 但对于刘邓大军来说 之后的战斗才是最大的考验 因为难以得到补给 尤其是在兵远损耗上 基本上没法得到补充 因此刘伯承与邓小平 对于随后的作战安排 马上进行休整 大约十天之后继续南下 挺进大别山 刘伯承与邓小平 对于这个消息都有些紧张 虽然两人心中都十分清楚 大别山这个位置的重要性 但目前部队情况并不算好 想要马上挺进大别山 还是有相当大风险的 不如在内线继续作战一段时间 将兵员和后勤处理好 在兵发大别山 而毛泽东接到刘邓二人的回报后 却非常坚定的要求 马上就出发 毛泽东在电报中说明 此时的山东与陕北情况不佳 三支大军为位救兆 直插国民党心脏 刘邓二人正是这一次战斗的核心队伍 因此如果不能在两个月内有所建树 陕北山东恐将威仪 1947年 我党撤出延安后 三路大军为位救兆 直插国民党的统治核心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刘邓大军的目的地 大别山 毛泽东要求刘邓大军 彻底放弃后援 直插大别山 这让刘邓二人 都有着相当大的压力 那么大别山到底有多么重要 才让毛泽东如此焦急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又经历了哪些危险 大别山位于湖北 河南 安徽的三省交界之地 只要能够控制住大别山 那就相当于给国民党核心地区 插了一把刀子 直接威慑南京 上海 武汉等地 而国民党想要保住自己的核心区域 就必然要回源 当然 不论是刘伯成 邓小平 还是毛泽东 都清楚大别山的重要 只是对于进攻的时间 有不同的看法罢了 但当刘邓二人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 也明白了 他们这支队伍绝对脱不得 必须尽快出发 拿下大别山 1947年8月7日晚 蒋介石还在安排大军 对鲁西南地区进行围攻 希望直接破掉我们的战略部署的时候 刘邓大军突然兵分三路 开始了突围 这一次的突围实在太过直接 搞得国军根本来不及反应 刘邓大军就已经突入外线 开始朝着南方狂奔 国军意识到我们的目的后 马上派兵进行追击 但急行军是解放军最拿手的战术之一 因此国军在已经失去了先手的情况下 想要追上我们 完全是痴人说梦 虽然也有南方合围过来的部队 对刘邓大军进行了阻击 但奈何我们一心南下 能避开就避开 避不开就直接硬冲 8月中旬时 刘邓大军就已经越过龙海铁路 随后更是玩命一样的往前冲 强渡乳河 还炸掉了乳河的桥 阻止了国民党的追击 到了淮河的时候 因为靠渡船和架设浮桥 都已经来不及了 因此刘伯承亲自上船 寻找能够汤水过河的地方 最终还是看到一匹白马 在淮河的一处汤水渡河 刘伯承他们才找到了 能够直接过河的位置 根据当时的老兵回忆 河水最深的地方 大约有1米56左右 有些矮小的战士 得靠两个战友架起来 才能安全渡河 就是这样一路狂奔的情况下 到了8月27日时 刘邓大军就已经进入大别山区 顺利完成了任务 到了大别山区后 刘伯承与邓小平都明白 此时必须尽快建立根据地 将大别山经营起来 而也正是刘邓二人 不要命的急行军 才有了充裕的时间 让我们对大别山区革命根据地 进行建立与维护 等到国军追上来的时候 大别山革命根据地 已经初步落成 靠着地利优势与民众的帮助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坚守多远 一直到国民党军 从各地回员南京地区后 解放军也腾出手来 与刘邓大军联合夹击 才最终让大别山革命根据地 稳定下来 而这一次挺进大别山 不仅解开了 陕北与山东的危局 也让后续我们的行动 有了更加充裕的空间 彻底吹响了反攻国民党的号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